所以我剛才就說笑話 我對日本的我們的classmate跟他講 I'm monk, I'm not a monkey 知道嗎 因為monk跟monkey在發音是很近 我是故意說笑話的 所以我可以做你的朋友 但是我不可能 天下的男人很多 後來他也是非常的beautiful and sexy 後來他一個月也是換了三個男朋友的 換到最後這是西班牙的男朋友 到現在要怎麼樣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眾生就是煩惱是很出眾 佛陀告訴你 請看下張幻灯片 請問你看到這一張 你看到了什麼 眾生是看到左邊的美女 細皮嫩肉的 男生可能就 對不對 那請問呢 我們凡夫是看左邊 你知道嗎 阿羅漢是看到右邊 看到邊 死的時候他是一個骷髏頭耶 請問真的美嗎 注意聽 菩薩是兩個都看到 佛是兩個都看到 但是知道兩個都是假的 我再講一遍 注意聽 因為安樂行病裡面第一個就是要調伏你的貪嗔痴 各位老菩薩也要專心聽喔 你不要說你老了 老了有很多老不休的喔 也是會產生問題的喔 業力現成的呢 頭髮都會壞掉喔 你看 一般的眾生是看左邊 為什麼 我們執著外在的美女 不管帥哥美女 所以你看全世界的女生男生 都很在乎外在的打扮 其實打扮是假的 有一次我遇到台北西門町的年輕人 他看到我 他說師父你很酷啊 你穿的比我們更酷啊 我說請問你為什麼要打敗呢 這這麼漂亮呢 你為什麼每一次都要來逛街 你知道他回答我什麼嗎 禪中說的把握當下呀 我聽著頭都快吹暈了 把握當下不是這個意思 把握當下並不是說把握 那我就開始及時行樂 現在年輕人就是說enjoy your life enjoy your life as much as you can 那意思是說什麼都可以做囉 所以你看再看幻真片 我還沒講 左邊是凡夫會看到這個 凡夫我們看到表象 阿諾翰修不靜觀 聖人 他能夠控制自己的貪生吃 其實看阿諾翰看一切的眾生 都是看骷髏頭 待會兒給你看骷髏頭 對不對 菩薩是兩個都看到 眾生在輪迴裡面 彌跟霧他兩個都看到 佛呢是兩個都看到 兩個都是空性的 所以看東西要看你自己心中的角度 接下來所以南傳佛教裡面 在文書十大院 文書菩薩有第三院 能除眾生貪愛邪見院 也就是說當你的貪真是煩惱焚頭 你應該撕回 你看南傳的法師 坐在樹底下 想一個人死了以後骨頭這樣 最後突嬰來吃 最後白骨火化了就沒有 為什麼要想這些 答案是 要對峙自己的貪欲心 人若沒有這樣調伏自己的話 那人就跟畜生差不多了嘛 對不對 接下來你看 白骨關 所以在白骨關裡面 就要關你全身是白骨 可是現在有個問題來了 我有學生在長庚醫護人員 我叫他白骨關 他打坐打一打突然笑一笑 師父白骨也蠻可愛的 就拿個頭 可愛個頭 可愛什麼 有時候你啊 做一種行業 做久了你就會對他染濁 比如說在醫生或當護士 尤其在醫院裡面這樣 Emergency Department 急救啊 救久了他也會麻木知道嗎 因為每天都有人往生啊 有時候我們看到一個人往生 哎呀 阿彌陀佛 你會生起感動跟覺悟 不過無常心 不 他每天都送走很多個 而且他覺得怎麼救都救不了 因為醫生只能醫你的病 但不能改你的業 所以他不能救你的命 佛法才能救你的業 改你的業 救你的命 所以加入醫生跟護士 你關白骨關 關久了你也覺得 白骨變很可愛的話 那要轉成光明響 請看下面 透過禪關的修持 你看下面是南傳的禪關 白骨關 上面要管 觀佛像 今天我為什麼下午一教你要想 觀世音菩薩 因為觀世音菩薩是清淨的聖者 我再多說幾個故事 我覺得這也很重要 沒關係就講慢一點吧 講不完再說吧 阿彌陀佛 以前我教台灣一個大專生 他跟來見師父 他都很有善根 相貌很莊嚴 很聰明 但是他唯一一個煩惱 就是慾望很強 年輕人嗎 青春期嗎 難免的 我就叫他去拜觀世音菩薩 他拜了三天打電話給我 他說 師父我不敢拜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師父 觀音菩薩實在太美了 我拜他都會打妄想 我說哎呀你這個業障真的很重喔 你拜觀世音菩薩都會打妄想 他說觀音菩薩太美了咧 我都會想到不好的畫面 我說不要害怕 繼續拜 他本來要停的 因為他覺得他很罪惡 他甚至說師父 my mind is very dirty 我大概沒有佛性 我不可能修行 我說錯 修行超越要很難 沒有正阿羅漢果之前 誰都是很醜陋 但是你不要害怕 繼續拜 我就鼓勵他 常常拜佛 然後念觀世音菩薩 也念六隻大名眾 結果他真的很用功喔 念完一個月兩個月到三個月 他突然打電話給我 師父太好了 我看到觀世音菩薩都是放光的咧 我說嗯很好 我說你的心已經慢慢慢慢清靜了 所以普門品說 若有眾生多於盈慾 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 請看幻生片 若有眾生多於稱慧 多於愚痴 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 還有一個方法 叫光明想 這次我沒辦法教各位了 我在靜明有教 這邊老菩薩流動的力很高 來的人很多 下一次再教吧 想光明的佛像 因為佛是萬德莊嚴 三十二項八十種好 你想你不念佛 你不念咒 你不想佛 你一定都想什麼 想家 想兒子 想孫 還有想六道輪迴吧 所以你應該常常想觀世音菩薩 不要害怕 現在觀世音菩薩也聽得到我在講話 觀音菩薩看一切的眾生喔 他都可以看到你過去現在未來 觀音菩薩也不會侵蝕你 你不要覺得 哎呀師父我很醜陋 觀音菩薩大概不會喜歡我 錯 觀音菩薩看每一個人啊 不但是白骨 而且還是透明的電影的 觀音菩薩證悟了空性的 請問你睡覺的時候 觀音菩薩也在忽念你啊 你在新加坡很熱 沖涼的時候啊 還唱 觀音菩薩也看著 觀音菩薩看著你 其實他不會說 You are sexy啊 No 觀音菩薩不會有這個念頭 觀音菩薩只覺得 可憐的這些眾生啊 就是執著外在是真的 所以禪宗禮會啊 每次洗澡的時候呢 師父都會呵斥啊 洗澡不要太久啊 每天都在刷 刷你這個臭皮囊啊 你洗這個澡啊 只是洗你的身體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洗你的心啊 知道嗎 所以這告訴你 遠離著 食類的惡源跟惡友 就是要讓你知道 看下一張畫面 萬象一切的東西都是空性的 雖然像彩虹一般寫下來 美的東西不一定是真的 美的東西也不一定是永恆的 可是我們生活在這物質世界裡 尤其是新加坡的佛友都很有佛報 吃穿住用都是很好 對不對 一出去都是shopping mall 所以你習慣了要很舒服的東西 久而久之呢 你就把這些東西啊 當真的 佛法講空性 不是要否定外面的東西 是要斬斷你內心的 貪愛 佔有 執著 跟留戀 請寫下來 貪愛 佔有 執著 跟留戀 佛教要斬斷的是你心中這些 拉力拉扎 亂七八糟的那些心啊 所以佛法講空性 後一段我會講空性 請看下面的經文 醜八 第四十九頁 下面醜八 緣為害 剛才講 你不要單獨的跟孤男寡女帥哥美女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呢 二緣呢 你會傷害自己 也傷害重貞 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接下來請看 第八 緣為害 Keeping away from the dangerous situation 不要單獨入其他人家 佛陀先對比丘說 你不要單獨一個比丘就跑到居士家去 跑到居士家 你說我來度眾生 這要謹慎 尤其 請看經文 若有因緣 必須要 一定要單獨去的時候 你要一心念佛 請把一心念佛畫起來 法華經裡面也叫你念一心念佛 這裡的念佛是廣義的念佛 可以念釋迦如來 可以念彌勒菩薩 也可以念觀音菩薩 文書 普賢 觀音 彌勒 地藏都可以念 接下來為什麼 悟久翻過來 五十頁 遠離畸弦 Keeping away from the misunderstanding 假如出家的比丘或比丘菩薩 一定要為女人說法的時候 不可以邊講邊露牙齒 也不可以把胸給彈出來 就像現在啊 很多道場會告訴你 進佛湯的時候不要穿短褲 還要穿很涼快 對不對 新加坡的帥哥美女 穿得都很涼快 很多老師傅的眼睛都快變冰淇淋了 來道場你是來修行的 你幹嘛穿得那麼涼快呢 還有些穿透明的 若有若無 哎呀真是奧彌陀佛 你又不是當時裝模特兒 來佛堂要有莊嚴的心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是一個很好的禮儀 我們台灣還沒這麼嚴格 因為我們台灣春夏秋冬都有 冬天來佛堂的時候 大家都包得像粽子一樣 只有兩個眼睛 新加坡是一年四季都很好 我到馬來西亞呢 像你看 進回教的或印度教 印度教你要脫鞋 進回教或印度教 你要先洗手 而且要穿長過的長袖 要穿過呢 穿過呢 超過你的膝蓋的褲子或者裙子 我覺得這是對的 為什麼 一方面對佛菩薩的恭敬 一方面也是對修行人的尊重 這是很好的 應該嚴格 接下來 那古代印度因為比丘呢 印度也是很熱啊 他就披一個袈裟 所以告訴你不要動不動把胸給露出來 你現在的胸露出來幹嘛 給誰看呢 其實也沒什麼好看啊 是不是 乃至於為說法也不要常常由不清厚 何況其他的事 所以由不清厚是呢 動不動不要私人的 哎 就要師父的電話 E-mail我在講義最後一頁給公開了 有些新加坡佛友也是很奇怪 哎呀師父我看到你啊 非常有緣啊 頭就很搖晃這樣 誰跟你有緣啊 對不對 是你自己的心很顛倒 今好清淨法師寫下來 不要把法師當你的老公 不要把法師當你的第三者 這是染污心要去懺悔 師父是你的師父 可以解決你佛法的問題 但是呢不要呢脆脆念 有很多佛友都會想 師父我跟你很有緣 我要單獨見你 我要跟你講心裡的話 我說哪有這麼多話可以講啊 我跟你講我是很酷的法師啊 不是你想像像東南亞很糟糕的法師啊 不然我出家二十四年 我有很多武功秘籍啊 不然我怎麼批得了我的袈裟啊 是不是 我講一句真實話 我也不懈疑說 台灣有一個蓮友女生 看到我就非常有緣 她是單身一個女生 不過我覺得她腦筋真的也有點問題 衝昏了頭 她看到師父 辛紅師你來啦 我說你幹嘛啊 我今天來替你養精啊 師父帶我養精喔 你可不給我單獨的時間 我有私人的問題要問你 我說你哪來這麼多私人的問題啊 這麼多問題嗎 她說佛法不夠嗎 法是要慈悲啊 你知道嗎 我講完經以後啊 講完經他真的在等我 你知道我叫他做什麼 到大殿給我念啊 三遍普門品 二十一遍大悲神走 才出來見我 有些眾生是很顛倒的知道嗎 沒有錯佛是像好莊嚴 我長得聽說也有點莊嚴 其實我也是不莊嚴的 佛才是最莊嚴 但注意聽 莊嚴的像是以莊嚴的清淨心幫助眾生的 佛像貌好是要讓佛眾生生起歡喜心 而不是因為見到佛的像而顛倒心 所以各位的心啊要很純正 假如你覺得你會對一個法師打妄想 或對著一個仁波切產生攘污心 答案你遠離他吧 你不要跟他學佛法 因為你不會帶他做下開悟的 你跟他沒有親近的人 在輪迴裡面我們都如果在家出家 所以你看法華經裡面經文就告訴你 必積賢 在這裡又多說幾句 我的商業經社裡面也有 是一對夫婦來做我的學生的 夫妻啊清官難斷家務事 各位女居士 若你要單獨跟師父談佛法的時候 你要先跟老公說 我也會在會客室見你 大庭廣東看得到 有很多佛友會這樣 老婆呢想罵老公 她不想說 跑來跟師父說 師父你跟他說 你以為我是做什麼行業的啊 然後呢先生會很不高興喔 注意聽 先生說 這是我們的私事 為什麼你跑去跟師父說 不可以 做師父有時候要有尺度 假如你夫妻兩個都談好了 要談私事 那你們兩個一起來見我 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也不要對 因為女居士太好 老公會吃醋 甚至呢 有時候我對男居士很好 她老婆也吃醋 哎呀 現在哪有這麼多醋可以吃啊 對不對 都不吃健康醋 吃這種人的醋 所以 做一個法師 或做一個幫助眾生的人 清官難斷家務事 但是 夫妻你要尊重她的 privacy 知道嗎 必須 夫妻兩個都說好了 你要一起來見師父 那我會見你 不然我不會單獨見 否則會給人家誤會的 哎呀 啊 修行是真的很難 請看 請看幻燈片 請抄下來 有些人很怕孤單 我們呢 老伴 中國話叫什麼 勘手 勘手 勘勘手 你看 人怕孤單 我現在告訴你 修行的方法 請抄下來 獨處的時候 你要觀想自己 有一切的諸佛菩薩 都在虛空 這個世界上有 橫河沙樹的菩薩行者 都在往成佛的菩薩道上 修行 所以你並不孤單 也就是說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要想多 第二個 當你處在很多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要觀想 只有一個人 要善觀你的心 不要在大眾裡面 在法會的時候 動不動呢 就開始拉人情 動不動就很socialize 動不動就社交 動不動呢 就推銷 動不動呢 你就迷失自信 所以我希望各位來這邊 是做兄弟姐妹 而不是來做情人的 知道嗎 各位我們在座你看都有男中女中 有年輕的 也有年老的 希望年老的呢 對年輕的人 就像對你的兒子跟女兒一樣 你看到一個年輕人 要來學佛 你要鼓勵他 第二個 我們年輕人 到來這邊看到 uncle跟 auntie 也要把他想成自己的爸爸跟媽媽 這樣我們才叫做 以法 而相聚在一起的菩提眷屬 否則 假如像世俗的團體在一起的話 那會出很多的是非 很多的男女糾紛 很多不必要的財務糾紛 這些東西 不要在佛堂裡發生 如果你真的有困難 你可以找寺廟的負責人 或是幹部 你可以表達你自己困難 但是呢 你不要在這裡面 興風作浪 而產生多是非 所以當你處在大眾當中 你反而要關自己什麼 你只有一個人 看自己的念頭 不要迷失在五欲六成的外境當中 這樣子 你才能夠對峙自己 孤單的煩惱 不過這很多人 我發覺現在的年輕人也是 我問新加坡的佛友 有時候我看中幾個人 我說你不要出家 他說我不要 出家很辛苦 的確 渡家本來很辛苦 那觀察他呢 他也不結婚 也不出家 也不成家 那中間 然後呢 既是單身 又是貴族 然後呢 行為都很亂七八糟 我覺得不太好 人 需要相互鼓勵 人是有情的眾生 請寫下來 菩薩叫絕有情 菩薩不是無情 菩薩是有情的絕者 而凡夫呢 是叫迷有情 凡夫呢 看到外面的東西 都是很顛倒的 所以你應該遠離這些惡源 接下來 看 獨處有三個意思 一 追求身心的清淨與自在 第二 獨處也不要到最後修行修道 變很自私 很孤僻 我發覺有些佛友也是這樣 很多佛友呢 很多關心他 世界你要不要關心 哼 不用了 我自己搞定就可以了 你管那麼多幹什麼 哎呦 他的習近好奇怪喔 人家只是關心他 可是他就覺得 每一個人都要傷害他 你這樣修行修道 最後你也會變阿羅漢的 不我覺得不是阿羅漢 羅刹女或羅刹鬼的 修行 獨處 不是變成自私或孤僻 注意聽 孤僻也是很難對峙的習性 行菩薩道裡面 不要變成這麼孤僻 真正菩薩道的功德 是在人與人之間相互互動 所以第三個 生雖然是寂靜 但心要常念到一切的眾生 不忍不捨大悲心 所以有一首寄宋叫 不忍眾生苦 不忍聖教衰 緣起大悲心 去入於大臣 請把這些寫下來 我不忍眾生都很苦 你也不要去攀緣 但是有緣的眾生你竟然幫忙 我不忍諸佛如來的 聖教都衰敗 我起我大悲心 在家出家 每一個佛弟子都很重要 希望去入於大臣 就是修一切的眾生 都能夠幫助他 進入大乘佛法 發大乘的菩提心 行菩薩道 那人間就有很多 無量無邊的菩薩 在利益眾生的 所以禪宗說 不怕念起 只怕覺知 我們有念頭 有妄念生起的時候 你要懺悔 你正念生起的時候 要好好精進 所以密護根門 使你受戒菩薩戒裡面的 設立於一戒裡面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說戒律裡面 剛開始都要管恆嚴格 這個也不可以做 那個也不可以做 因為他怕你的心給迷失了 好 接下來再看下一段 醜食 請看經文第五十頁下面 蓄養 遠離蓄養 不樂keeping away from having young disciples 不樂蓄養年少的弟子 小沙咪或是還拜小的乾兒子 那這些呢 不要因為喜歡這樣 就喜歡永遠跟老師在一起 這裡講的跟老師在一起是什麼 是因為做一位老師 這裡是講比丘 傳統上在印度 佛在世的時候 老的比丘才會有試者 年代新的比丘 什麼東西 洗衣服啊 倒垃圾啊 佛陀在世的時候是脫波 當然就不用煮飯啦 所以洗衣服 倒垃圾啊 年輕的比丘 是要照顧老的比丘 並不是說一出家 他就有試者 可是我發覺現在東南亞很多的 法師太有福報了 也很多很多的試者 嚴格說是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你喜歡養年少的弟子 年輕的弟子 除非他很有善根 養小沙咪 或是有些甚至法師 動不動想去收乾的兒子 或乾女兒 這些都是跟世俗的雜染心相應 我曾經在四十八大院裡面 講過一個故事 我的同學叫張志聰 她的母親叫黃雲娥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我跟他們家人很有緣 甚至我要出國之前呢 我把一生第一次我供養的 釋迦牟尼佛設立子供養他們家 那他媽媽非常喜歡我 喜歡到有一天啊 他突然就說 辛龍師啊 我拜你做喔 你拜我做乾媽好了 我送你做乾兒子 我說伯母不可以這樣說 我跟他開玩笑 我出家的法師是很貴的 你是收不起的 然後最後跟他講 你有這樣的念頭啊 是染污的心要懺悔 出了家就是遠離家人嘛 慈青割愛 才叫出家嘛 不要出了家以後 心又像世俗一樣 要收一些小沙咪小徒弟 還收一些仆人來侍奉你 不要這樣 中國的應光大師 紅衣大師 其實都是一個人自己做的 那有些小沙咪小徒弟呢 也喜歡跟有福報的師父 為什麼呢 因為跟有福報的話 吃喝玩樂就有福報了 這樣也不太好 所以 出了家以後 不要還有那種想法 我跟你很有緣 我收你做乾兒子乾女兒 這些都是世俗的染污的心 對於出家的師父 你要很恭敬 接下來再看子二 約靖論靖 請看經文 文書詩里 常好作禪 把作禪畫起來 要修禪修 在於寂靜的處 要修舍齊心 把修舍齊心畫起來 不管你走到哪裡 在寺廟 你要修舍齊心 除了佛堂 你要修舍齊心 你做MRT 也是修舍齊心 待會再講完經 搞不好各位又去 Tumperness Shopping Mall的時候呢 你也要修舍齊心 文書詩里 這市民出清淨處 好 講到這裡 所以我現在開始教你常觀 注意聽 新加坡人是真的很有福報 師父要讚嘆你 是過去生修的 今生你也很努力 但是你不要忘了 福氣 福氣啊 有福啊 就有氣壽 這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那你說什麼叫做禪修 注意聽 我自己也有這個經驗 比如說你現在 帶回去 Tumperness Shopping Mall Tumperness Shopping Mall 你看到一樣東西 哎呀 我好想買耶 對不對 這件衣服好漂亮喔 聽說Promotion又開始了 因為Happy Diva Valley又來了 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就會想要 注意聽 注意聽 你回家就先打坐 念觀之音菩薩聖號 觀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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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想買那個衣服耶 我真的很想買那個包包耶 你會看到很多念頭 然後你就會覺得 哎呀 你知道一年一度 才是Promotion的啦 你會告訴自己 其實喔 我三年五年喔 都沒有買過東西 其實 人生苦難 把握當下 我要對自己好一點啦 你就會看到很多很多 自己的妄念 告訴自己 其實我應該要擁有它 第一天打坐的時候 你會看到自己念頭是這樣 第二天再打坐 繼續念觀世音菩薩 請你想 我有它跟沒有它 不是我現在還是活得好好的嗎 請寫下來 我有跟沒有 我不是還是活得好好的嗎 第一天你會看到自己 有很多一百個理由 很多的理由 告訴自己 我想要擁有那個東西 其實人想要的東西很多 真正需要的東西 並不多 你看看你家裡 堆了百分之七十的東西 可百分之五十的東西啊 其實都是沒有用過的 對不對 鍋碗瓢盆這麼多 打開這櫃子呢 只有一個一雙腿 對不對 有二十三三十雙的鞋子 哪有這麼多的腿啊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你的包包 好一個兩個三個差不多 可是呢超過三個以上 你會發覺你包包太多了 而且新加坡的小孩 都有時候我觀察到 有些都被寵壞了 整個房間裡面都是玩具 留三個就好嘛 其他全部捐出去啊 這個世界苦難的很多 所以第二天你會打坐 問自己 我有跟沒有 其實我也能活下去 到了第三天 你的心就會更寧靜 你會告訴自己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 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啊 我已經很有福報了 這個世界上有 非洲 有 中東 伊朗 伊拉克 很多人都在戰爭 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 今年奧運的時候 中東呢都還在戰爭啊 有印度跟尼泊 有很多孤兒 無家可歸的啊 什麼都沒有啊 你應該想到 要有布施的心 到了第三天打坐以後 你就不會再去買了 縱使你下次經過這個櫥窗 你會欣賞 但是你不會佔有 寫下來 你會欣賞 但是你不會佔有 就恭喜你 你的心不受外境影響 我沒有說你不可以去小碑莫啊 普賢行願品念完 你還是可以去的 去繞一繞 看看你的心動不動 真的喔 你會欣賞 但是你不會佔有 而你沒有學佛的時候 請看經文 文書實力 常好常做 在於閒處 修設其心 因為你的心很亂 所以先到你 請你到佛堂來 送經 學佛 靜坐 就調伏你的心 同樣要把這個心 清淨的心 也帶回家 帶回工作的地方 也在你做MRT的時候 你的心也都很寧靜 到最後為什麼呢 你在做MRT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講話 但是啊 你覺得 一切都不是真的 你聽得到他講話 但他不會干擾你 這是後面我要講的空性 那就恭喜你 接下來 你感覺一切的東西 像夢一般 不是真的 這是表示你 修行的功夫進步了 這是判斷的一個標準 假如你看到了外境 你的心還會有 你還會受影響 那要謹慎 要收射慈心 好 接下來再繼續看 再給我講一個段落 然後我們才下課 請看經文 第五十一頁 子三 約非遠 約非遠非近 論近 英文為講 From neither far nor close side Examine the close situation 分三段 醜一 總標 靜致 副次 菩薩 摩荷薩 觀一切法空 兵塔 做一個記號 學習 學習空性的教法 是很重要的 就像剛才講 你如果不了解空性的教法 你就還會常常想 常常想要很多 那答案是你沒有斩斷你內心根本的煩惱 波爾波羅蜜的空會 才可以斩斷自己的煩惱 好 請看下面 這張很漂亮吧 尼波爾滿怨大佛塔的彩虹 彩虹是很美的 這在尼波爾 我用這張來說明 你看虛空的彩虹是很美的 大家現在都知道 下過雨了以後 當光線折射對不對 都會遇到呢 空氣折射對不對 折射就會出現彩虹 有時候有一道彩虹 有兩道彩虹 菩薩就愛觀一切的幻化 一切的事情萬物萬化 萬事萬物的千變萬化 就像虛空的彩虹 然後呢 像天上的雲一般 然後呢 雖然美 但它並不真實 各位都有出國的機會 出國的機會的時候 你會看到天上有很多的雲 假如從新加坡張宜機場 你出發的時候天氣不是很好 可是一直飛到一萬公里的時候 你會看到萬里無雲 對不對 然後假如你到其他國家的話呢 然後呢 你飛下去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又有雲 那雲的時候 雖然是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假如啦 現在當然窗戶不可以打開來 假如你窗戶可以打開來 你伸出去抓雲的話 其實抓雲是雲抓不到的 對不對 所以美的東西 不一定是永恆的 美的東西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請你寫下來 一切都不是真的 寫下來 但是注意聽喔 你不要聽完這段話 今天晚上還要講經嘛 你就回去跟老說 老公說 師父說的 一切都不是真的 老公你是假的 那他會氣死了 你用錯地方 他說我是你老公 怎麼會說不是真的 他的意思是說 透過時空跟空間 刹那刹那的變化 沒有一樣是永恆的 人有時候啊 很不願意接受這個 尤其我在西方念書的時候 我發覺外國人最討厭聽 無常跟空性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空 那我不是什麼都沒有嗎 我這麼辛苦 賺來的工作 我這麼辛苦 買了好房子 我這麼辛苦 成立的美滿的家庭 最後都會變的 答案沒錯 這是事實的真相 請看幻燈片 文殊菩薩 這張叫文殊渡海圖 非常的莊嚴 文殊菩薩其青色的獅子 他有教化僧文眾 還有菩薩眾 你看旁邊還有個阿羅漢 旁邊呢 還有四大天王 幫他拉著他的座棋 對不對 文殊十大院裡面 第十院 可以滿一切眾生 無有窮盡的所求願 他就跟觀世音菩薩一樣 請看 虛空很美 可是美的東西 只是因緣合合而已 一切萬象的顯現 虛空的彩虹 都不是真的 請看 釋迦牟尼佛 他本身也會放光 為什麼要教你心中 要觀想 因為我們的身體 也是會變的 你看現在興宏寺在這邊 對不對 我也越來越老 很慚愧 今年四十七歲了 再過三年我就五十了 但是你看不出來 我的臉像文殊師利 廟童子啊 對不對 像善才童子啊 對 你真正修行 人老 你要接受 心不要老 各位老菩薩 不瞞你笑 你知道我現在 除了讀佛經 你知道我在看什麼書嗎 更年期的書啊 你要看啊 你要知道自己老的時候 有什麼毛病啊 不要懂 要依賴人家照顧啊 我們人會老 但是你苦是什麼 人老啊 你心也老 你不接受老 你排斥你老 那你就很苦 你要接受 接受自己你才開心 可是教你修觀想 就是你心的力量 可以轉動你身體的能量的 對不對 你看 釋迦牟尼佛會現紅光身 再看 大乘阿彌陀佛 這張很流通 以前 現在不太流通 這是早期 注意看這張阿彌陀佛的背後 是放的是彩虹的光芒啊 阿彌陀佛也是像彩虹一般 了不可得的 有人會問說 師父 金剛經講 若以色見我 以陰身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這裡的如來 是講法身如來 可是佛有法報化三身 這是化身佛 所以中文字如來 它同一個字 它有法身如來 報身如來 跟化身如來 不能說凡所有像都是假的 那請問大殿為什麼 我們還要供曜師佛咧 曜師佛有曜師佛的功德跟莊嚴 你看 大乘西方接應的阿彌陀佛呢 這是呢 背後彩虹的 再看地藏王菩薩 我很喜歡這張 One of my favorite 它真正出現的這樣大海裡面 地藏菩薩也是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沒有一樣是真的 連佛菩薩也是因緣和合的 接下來再看 藏傳佛教的蓮花身大士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釋迦摩尼佛 三個化身叫做蓮花身大士 它也是彩虹身 接下來再看 西藏有很多人修到最後一生啊 震悟的時候 只留下指甲跟頭髮做證明 整個身體就變成光 就沒有了 它連火化都沒有 這是真的 為什麼呢 你看 指甲跟頭髮 很有趣啊 你們可以寫下來想一想 這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 但指甲裡面是沒有神經耶 頭髮也沒有神經 可是頭髮沒有神經 為什麼一直長咧 你有沒有想過 對不對 頭髮屬於我們呢 身體的一部分啊 各位 你如果到九華山 聽說地藏王菩薩 每六年開一次 他頭髮還是長的 他的指甲還是會長的 你看肉身菩薩 為什麼還會長指甲咧 長頭髮咧 各位好好去想一想 所以西藏洪光身的證明裡面就是 怕你這個人不見了 人家看不到 所以他會留下指甲跟頭髮在桌上 整個身體就化光去淨土了 好 看下面凡夫 我們一切唯心照 大家都會講這句話 你看一個比丘坐在這邊 好 待會呢 我要講空性的 請專心聽 讓我講一個段落 晚上我再講故事好了 好 你看我們一切唯心照 一個南傳的比丘坐在那邊打坐 修行是真的很辛苦 他會有很多的妄念 就會想到花 想到過去 想到傷心 想打坐很辛苦 我要躺下來 多麼舒服呢 其實我們的心啊 像白色的水晶球一樣 是沒有顏色的 但心很抽象 但是心也是可以訓練 心呢 碰到了紫色的時候 它就顯現紫色 碰到綠色的時候 它就顯現綠色 心呢 碰到藍色的時候 它就顯現變藍色 可見我們的心啊 是真的很偉大 可以有很多的能量 可是現在的人不相信心 卻相信外在的 什麼 水晶球啊 傳套湯裡面有很多賣水晶啊 紫水晶啊 聽說你帶紫水晶啊 人緣就會好 真的嗎 想一想吧 舉一個例子 很多人說 戴小紫會戴尾戒 就防小人 真的嗎 我看你這麼笨啊 走到哪裡呢 都沒辦法防小人的 寧願把買戒指的錢啊 去布施 我們常常做了很多糊裡糊塗的事 都不是真正的佛法 那是民間宗教 你想真的戴戒指 戴小紫就可以防小人嗎 那你有沒有想到 為什麼你走到哪裡都防小人 別人就不會呢 接下來再看 我們要用禪定的心 禪定波羅蜜來調伏自心 為什麼 因為寫下來人有自制力 能夠控制自己 英文叫Control 對不對 待會休息是去 Tempermiss的Shopping Mall的時候 請念三聲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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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money back home On money back home 你再進去吃飯吧 人有自制的力量 人你看 心像出蓮花污泥而不染 我們這個地方真的是五濁二世 但你不要忘了 蓮花是真的從污泥裡面出來啊 它才是清靜芬芳的 沒有經過紅塵的磨練啊 你的道心是很薄弱的 但你要學著控制自己的心 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控制自己的心要學戒定慧 才要聽很多文的佛法 要透過誦經 念佛 拜佛 持咒 精行 打坐 有種種的方法來調伏自己的心 接下來你看 這給各位看過啊 今天一開始就啊 南傳佛教 他那殘秋 南傳的比丘 他想佛道佛道佛道 他想釋迦摩尼佛 你看阿鲁漢跟菩薩就看得到 他身上就放光 顯現釋迦摩尼佛的樣子 凡夫是看不到的 接下来你看你念佛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现前了 你要清静的心当中 你才会见到佛 假如你的心不清静 那看到的佛是假的 只有在心很宁静的时候 佛才会现前 但是看不到佛 并不代表佛就不存在 你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也在你的头顶啊 接下来你看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从哪里来 心静则土静嘛 从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每个人发愿回向求生极乐净土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没有身体 都是莲花化身很自在的 接下来请写下来 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 哪样东西是真的呢 没有一样是真的 那为什么佛要讲这个呢 因为啊 他要告诉你 一切东西无常的 看一下 这个烟火 全世界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有放烟火 你看台湾有烟火 新加坡也有 对不对 伦敦 还有纽约 东京 全世界台北101有烟火 对不对 老实讲 人为什么喜欢烟火 讲白了烟火是呢 把钱丢到空中去烧耶 不是嘛 可是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看烟火 你看 朱砰的一身 很美 对不对 美的东西 不是永恒的 再看 台湾2009年 建湖山跨年的烟火 就要吸引很多的观光客 我们都有烟火 要创造很多 Cultural Festival 我们都把这些东西当真的 接下来看彩虹 很美吧 再看 彩虹很美吧 再看台北101旁边 也有彩虹 对不对 可是你是永远抓不到这些的 所以 现在看镜子 请问 我考过以前各位 在静明博学生我考过禅修也 请问你现在看到右边是一幅画 左边有个镜子反射 请问你现在看到的是 一幅画还是两幅画 还是三幅画 还是都不是 来考一考各位 知道答案了不要讲 第一个你觉得有一幅画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你觉得是两幅画的请举手 两幅画的请举手 举高一点 我看不到 有人这样举 有人举 来看一下 举高一点 第一个你觉得是三幅画的请举手 第四个 没有举手的请举脚 你在干嘛 好 注意听 注意听 先了解这一段 你才了解什么是空性 其实你说这是两幅画 那不对吧 说一幅画也不对呀 假如是一幅画 看师父右手指摇这边 假如这一幅画可以卖 one million 新加坡币 那两幅画的话 我应该可以拍卖成 two million啊 请问到底是一幅画还是两幅画呢 对不对 说一幅画也不对 他有两个影像 说两幅画也不对 因为两幅画的话 我应该可以卖two million 但事实上我只能卖one million 这在问你什么 答案是他只有一幅画 但是他反射成两个影像 请问 请问左手的镜子 是从右手反射的 那请问 来看台湾 听说安心班 教小朋友认识自己 看看镜子中反射的自己 你看看镜子中的小朋友 跑来跑去的 你再看这个 哇 这个眼睛瞪这么大 原来我长这个样子 你们每天都早上洗一脸 都看自己的 你都在洗自己的脸 你都在乎外在的 但你要洗自己的心嘛 请问 这是我拍的香港海底世界 海洋世界 一进门口如梦如幻啊 小丑鱼啊 在一个玻璃 你觉得是真的吗 好美啊 我们全家去海洋世界玩啊 假如这个玻璃一打破 水一流开 对不对 那个小丑鱼就不见了 请问 虚空中的彩虹 大家都知道 不是真的 好 你看中国大陆云南 对不对 山水化 美景也是如梦如幻啊 对不对 请问 纽西兰的图片 对不对 以波尔波罗蜜角度 来开显你自心 其实人间的酸甜苦辣 都是像镜子反射的倒影啊 所以 请念一下 一切万法都不是真的 都是自心的反射 请写下来 你看上面 下面是倒影啊 对不对 佛教告诉你 一切东西不是真的 不是说否定外面 待会回去呢 你就不用工作 不用做事 没有家 没有小孩 不是 佛教告诉你 一切万法都不是真的 是说 不要 要斩断你心中 你总是期待 执着 占有 牵律 牵挂 忧虑 你总是把这些东西放在心里 你刚才也看得到 对不对 看镜子的时候是反射啊 所以一切万法都不是真的 都是自心的反射 好 我反问你一句话 当你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 是谁不顺眼啊 大声一点 你看人家都不顺眼的时候 其实是谁不顺眼啊 嘴巴都是这样讲的哦 可是呢 吵架的时候都是这样 一个巴掌拍不张 都是你错了 你看 世界都是你了 跟你讲过了 你就是这么不细心了 这个师兄啊 你就这么糟糕 好像都是自己对了 你就没有从这里觉悟到万法 假如你听过 一切法都不是真的 你别人都不对的时候 哎呀 对不起 是我错了 可能我没有跟你讲清楚 你才做这样 哎呀 对不起 刚才我太忙了 没有跟你讲 你就会 不是责备别人 而是责备自己 这就是了悟空性的开始 我们一辈子 老公跟老婆吵架的时候 都是骂对方错 都不会想一想 其实自己啊 错更多 了解吗 了解了这个真实的意思 你才会真正懂得 什么叫做空性 就一切的万法 都不是真的 好 录影就录到这里 好 我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